各位线上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司法节 首先先祝福那些有良心 重视人权的司法人员们 司法节快乐 感谢有您们的付出 您们辛苦了 节目一开始 我们欢迎联合国NGO 世界公民总会副主席 洪道子博士为我们致辞 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新的一人来到 祝福大家新年平安快乐 司法正义是现今 纷绕社会中维系安定的重要基石 今天是司法节 我们齐聚以此 是凝聚司法良心 对于现行法律、立法及执法机构 检视和省思的最佳时机 司法良心的体现 不仅是执法者的本分 也是每一位良心公民 接应重视 并落实督促司法 以人权为本 革新精进 在民主体制下 法官虚本于良心独立审判 以事实真相 法律依据 司法论证为基础 不受任何限制 也不受其他不正当干预 法律依据 或人情寻思的影响 作出公平公正的审判裁决 司法才能获得人民的信赖 才能成为保障人民安全 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因此法律能不能互为正义取决于裁判者 主法者的良心天平 故良心可谓司法的灵魂 法律 律定人类群积生活所需遵守的共同规范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是举世皆然的价值 西元前400多年的战国时期 也有天子犯法与市民同罪的关联 而县市国际间共同遵循的世界人权宣言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以及我国宪法 均特别在其条文中招式了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由此可知 遵循此一原则 是保障公平正义的人权基础 法律的存在是为了破除 因为种族出生 肤色 性别 语言 宗教 政治 国籍 社会地位 或其他见解等 任何理由所造成的成见与歧视 提供人们平等的权利保障 进而维系社会的安定与平衡 法律应具有维护人权的实质内涵与精神 而非统促者控制人民的工具和武器 如何确保法律条文能够实跃 体何目的 制定法律的动机与目的 合执法者从何角度去审着法律条款的适用 就显得分外重要 正值漢朝司马迁的《张氏之执法》一文中提到 庭位天下之品也一请而天下用法皆为亲众民安所措其所足 明确主出执法者的一言一行对于人民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一国法律的制定究竟是为统治者服务以维护主政者的利益为优先 或是把人民当解皇币重法为要 还是以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的权益为前提 端看立法者与主法者心中的良心天平是否能平衡 法律不该沦为懂法者操弄权力的武器 更不应该成为真相与正义的障碍 所谓法律来自于事理 而事理来自于情理 法律的制定必须合乎于情理 并能为一般国民所遵从 法律是保障人权的最后一道防线 而良心是先于法律之上的天地之间的唯一仲裁 在台湾人权发展史上 因为受到威权时代的遗毒影响 即便遗解缘迈向民主的路途 公权力依然是侵害人权的主要来源 而刑法和克税成为国家带给人民的两大痛苦 归根究底就是立法者与司法者裁判者 为求公权名利贪图利益而忘却保障拣权 是法律司法的核心价值 致使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度低下 司法不公也让法律背离人民的情感和生存需求 这是民主法治发展构成的谨讯和障碍 纵观古今中外 司政离不开司法与税户 当一国的司法与税户成为 掠斗人民生命财产的工具 就是该政权走上拜王的起点 民主是一个动态的进程 法律条文也有因时至于的必要性 因特施时空背景所制定的律法 应事实予以修正或废除 法律即是由民选的民意代表所制定 代表其应受到人民的检视和监督 立法者和执法者本于良心行使职权固然重要 人民本于良心发挥监督职责 亦不可厚缺 政府与民间共同合作 才能导正人权受迫害的错误 共创民主的两国 进入委会贵宾 都是长期关注法税改革 在各自领域学有专精的领导者 肩负传递司法良心的重要使命 因着智慧对社会的关怀 对世人的真爱 以无畏的勇气持续前行 一灯造鱼万灯造狗 汇聚正向能量的新兴之火 终将奔发璀璨的光剧 点亮拣犬的暗夜 你我亲自踏下的每一步 都是迈向真法治 真民主 真拣犬的未来不可抹灭的珍贵足迹 制服各位 热行正道散发开 平安 顺心 希望来 制服我们的国家 良心为本 行公义 朗朗清天 民安乐 谢谢大家 司法节的由来 是在民国32年1月11日 也就是79年前的今天 中华民国与英国 美国等列强 重新订定平等新约 废除不平等条约 同时终止了制外法权 这在中华民国历史上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据说当时的媒体都说 百年智库一旦废除 但这智库真的废除了吗 我在司法院服务的时候 那个时候 也有司法院的负责人 在一个会议里头 说一万两千个案子 半年里头一定要变成一半 否则这些首长 你们要负责 果然半年里头变成一半 各位想想看 人力 物力 一切都一样 可是案件变成一半 你看这里头的 多少的人权受到委屈 多少的人权在这里头 受到伤害 那现在又来了 又有这个 而报纸上非常的称赞 说太好了 太好了 但是我现在跟实际上的数据 跟各位报告 现在的最高法院的法官 总共合起来四十几位 再从高院调的 调十几位来的话 五十位前后而已 每一个人 一个月 民事案件被分配到的 少说六十五件 刑事案件四十八件 在座你是法官 你在最高法院 一天要办平均两件 这么复杂的案件 一天要办两件 有可能吗 有可能 你糊里糊涂告到这边 我糊里糊涂判下去 也就变成这样一个 可能的结果出来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而且他们是要求在 一年半里头 这些案件要了断 全部要清楚 那你想想看 内行人一看就知道 我们可能受到的 权力上的伤害 人权受到的伤害 是什么样的 深重 所以我把话又说回来 我们太行门 今天的这个案子 主要的是因为 对行政系统的检察官 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起诉了 让我们成员 这样的二十四年 虽然用各种所有的方式去争取了 也没有特别得到结果 尤其是最近发生的 强制执行的这个案子 强制执行 行政执行署 他奉命这样来 我只要办 可是这个源头在哪里 这是行政的问题 行政的问题 是由总统来负责的 总统来负责的 总统他自己 没有管到这个地方 交代 要求行政院长 这个事情一定要处理 一定要处理 那你看看二十四年 多少位的总统 多少位的行政院长 没有处理 没有处理干净 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头 还是这样受到委屈 因为我司法案件 发生了一些问题 你希望有所改革 那可能触怒了高层 所以我的案子 一直都有类似的这个 问题存在 那我举这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高等法院 他把我第一审的这个 对裁判费在抗告 然后他把我的两份的裁定正本 只寄给我律师 不寄给我 他以为我不懂法律 但是我有追查的精神 我就去查 到底 这个 他这样子做 有没有违法的地方 那我就去查法条 这个明治诉讼法 两百二十九条 判决要用 应以正本送大于当事人 那当事人是什么 台湾高检署 或者是 前一页有 那个 维基百科的定义 都没有任何一个 定义提到说 当事人是律师 所以表示他不寄给我 那是违法的 所以我就打算用这个方 这一点去跟他争执 直接跳到我那个身份证 被辩造的那一页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的税务单位多么可怕 连我的身份证都会辩造 然后这个是台北国税局 伪造我宿愿的案子 因为我有打官司的经验 所以我尽量不用宿愿 这里去做诉求 他们用伪造我宿愿 并且伪造这个宿愿答辩书 我就不断去争执 他们给我这个公文书 的内容有问题 那我也收到强制通知 去月券发现 这个到法务部执行署 我的卷宗资料 没有我对于台北国税局等单位 伪造我宿愿的这些事实 所以我一直追下去 我就追下去 我就看到我在万华基增所的身份证 原本是中间这个 现基增机关使用这个盖章是没有的 只有在下面这个部分有 然后呢 送到台北国税局 这个章就不见了 这个章就不见了 当天我发现了 我就去征职 我本来是要求这个万华基增所 写切结书给我 结果他们不同意 结果我用这种方式 就是申请我在台北国税局 跟万华基增所 这个身份证不同的这个证明 我就留下这个证明 以后他如果再对付我就有这个证明 这个资料出来 之后我再去追踪这个税务单位 使用我身份证的情况 我这样子去得到一些 对我有帮助的资料 那这个是国税局的函查表 这个函查表我发现 在太极门事件也有 请往下跳 对然后我这个是跟税监机关 要的这个法条 是根据税监基增法第30条 还有第93条 在这个谁偷走他们的青春的这本书里面 就提到这个函查表的问题 我在想如果是相同的 我拿到了这个函查表的话 那么这个函查表产生什么问题 就是根据刚才的 税监基增法第30条 30条跟93条 主要就是说这个税务人员要去主动去调查 可是他们却给我们函查表 要我们主动提供资料 这个程序过程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太极门可以从这个方向去平反 那因为就是说 如果说程序不背实质不论 那致死无效 我有看到谁偷了我们的青春这本书 那我觉得这个掌门人跟我的这个基督的理念是很相近的 就是说我们不是从这个受害人 只会抱怨 只会喊冤的这个角度去看 我们要想办法能够推动司法的改革 司法院院长许宗立在105年交接典礼的演说中 发表了自己对司法改革的主张 其中提到了定分指征 保障人权 实现人间正义 是人民对于司法最重要 最根本的要求 一切的司法改革都必须以此为主轴而推动 6年了 司改的风声已经在台湾回荡6年了 但司改的成效在哪里 徐院长的演说中也提到 要达成定分指征 保障人权 实现人间正义的要求 需要有优秀而充足的法官人力 完整的法律制度 以及行政部门的不懈努力 并强调要广开沿路 虚心听取各方意见 严明最符合我国国情的改革方案 并且积极推动 这将是未来司法院所持的基本态度 但现实状况是 司法界并不是没有优秀的法官 而是因为劣币驱逐良币 造成优秀法官的流失 而且他们发出的正义之声 也没有被接纳 我们现在改革不是改大法庭制度吗 对不对 有九个法官组合 对不对 讲它多棒 其实你用个小小理由 你就知道它根本是不对的 比如刑事庭的法官 它总共五六十个 大家一起开会 投票假说以说投出来多数据 每个人都直接民权 对不对 你大法领事 大家投票找一个法官出来 每一顶找几个 然后九个人 这间接民权嘛 这个间接民权 怎么能代替直接民权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制度 越改越回去了 但是没有办法 我的标题写说 万年虽然是国家不义 第三里面我讲说 太景美虽然拖延二十年 国家不义 行政机关没有解决是行政不义 立法机关没有解决是立法不义 司法机关没有解释是司法不义 你能想象吗 我在学术单位的发表这样的文章 这一件变成报纸报导 司法院修理我的理由之一 这本明就是不义嘛 对不对 问题没有解决 我有提出行政立法司法的解决方式 你没有解决嘛 没有解决本来就是不义 不是这样子吗 主权在明 公普一定要为主人 尽善能管理人的高度注意务 那公普认错 并没有什么不对 公普不一定要说你都是对的 即使我在办刑事案件 我自己也在进步 比如说一开始医科罚金 我就跟他在判理犯 后来发现不对 我就找他立法理由 医科罚金根本没有进去执行 在立法理由写 他根本不是理犯 全国法案判理犯 根本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所以我就改过来 写得很长很长的理由 问题是没有人理我 因为最高法案他不改 其他的法官就不会跟着改 因为我的判决区就会被撤销 现在以传统的升官的权力 集中在司法院长一个人 这是一个不好的制度 在行政上我认为根据行政程序法117条 自己去改变就可以解决了 立法上修改税人计政法21条 也是一个方法 立法上上市制定了纳税者权力保护法 我觉得他制定的不好 有很多的缺点 我一一把它列出来 尤其他讲说 从法院做成撤销或编更裁判制制 一十五年不能确定 紧张税人的责责才不再克税 那个其实是一个倒退的立法 刑法来跟他对比 实际上来对比 发现这次其实不对的 应该再修正了 我今天的标题 应该制定一个太基门的平反条例 就是说这不是一个个案的小案件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案件 涉及到民事形势跟行政 虽然我们现在在讲到税法问题 而且他一拖拖二十几年 这个是国家应该替我们平反的 国家有这个义务 所谓国家其实是公仆组成的 人民是主人 你都是公仆 公仆的头就是总统 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以前大家族的人 他是总管 司法上改变戒解 就可以判决了 但是显然 大部分法官不愿意改变 那我这边了解 最近的行政法院 已经有一些变更的见解的判决 但是我还没有空就把它搜寻来 把它列出来 改变见解很多 像行政案件都可以改变 最典型就是贩卖这两个字 一个错误 贩卖两个字放在一起 是同意复制 是合动词 司法院的最高法院 把它改成贩出卖出 那是一个中文法对严重错误 我判决事处里面 批判这个冒了二十几年 没有人理我 这是很伤心的事情 就是说你的真正的见解 没有作用 这是我们制度的问题 好 结论就是 我们应该为这个事件 政府开始组一个单位 无论是军裁员也好 或者是跨部会人也好 然后开始研究 应该如何来为太极门 制定一个太极门平反条例 就仿照 我们一个叫做戒严十几人民 受损权力回复条例 也就是大法官第477号解释 我申请的 大法官做了解释 让当那些冤狱赔偿的老先生 或者冤狱赔偿 因为他范围本来很小 我觉得这时候 司机就要放宽 那修正的草案就是 我拟草案 那他们再重进去 那个修正 然后提出来 应该这样子 仿照这个就可以了 那条文的部份都才八条 仿照那个去提一个平反条例 甚至连那个税法 已经确定的部分 通通可以再平反 这样才是合理的 国家司法权的行使 对人民而言 人民是处于相对的弱势 执法人员稍有不慎 就很有可能造成 司法制度下的被害人 从以上的影片当中 我们看不到定分指针 看不到保障人权 以及人间正义的实现 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必须很努力的 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 呐喊 抵抗政府强权 在台湾 一个遭人权迫害 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案件 太极门冤错假案 在掌门人对公理正义的坚持下 不仅是国内的专家学者 群起力挺声援 现在也已经受到 国际组织的关注 国际非政府组织 已经三度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递交太极门案件的报告 国际人权学者 还连署写信给蔡英文总统 敦促尽速解决指标性的 太极门案件 我们来听听国际人权学者 对太极门案的说明 我们请您和各位同志们 在 Zoom或 YouTube 在这里 请您和各位同志们 在这一段时间上 现在已经有几年了,我曾经在讨论区域,尤其是在讨论区区域,和在专业的社会上,和在专业的社会上, 我一直在害怕,因为我完全明白,这会是一件事实际上, 说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台湾的法律,所以让我们拿来台湾的法律,他们应该解决它。 但是这就是一个完全的理解。 这是一个完全的理解的法律。 这是一个人的法律。 首先是一个人的法律,因为第一个人的法律是法律或信心。 这些案子开始在1996,当时有了一种厉害的法律或信心的法律, 在台湾的口律中的口律。 什么事情发生在这些年代的法律和信心的法律, 这些法律的法律和信心, 这些法律的法律是法律和信心的法律。 如 Willi Fauteray说, 这些法律是法律的法律,因为这些法律是法律的法律。 这些法律是法律的法律。 它阶段的法律。 它阶段的法律是法律。 所以,它是一个重点的法律。 甚至在美国的法律的法律中的法律, 在每个月的法律的法律中的法律, 他们在台湾上认为很多人的法律, 但他们说台湾有一个问题的法律。 它应该解决。 这些法律是法律。 但这是一个教授的法律。 因为如果那些法律的法律是法律, 所以会解决。 为了解到台湾的判施? 为什么会来到WASHINGTON,D.C.和谈谈这个案? 答案是因为它不是主要的, 它不是不是主要的判施, 它是一个判断的人材, 它是一种认识的公司的公司的条件, 它是一种区别的罪人的社交平台, 它是一个执行的战争。 它是需要到区别人的社交平台, 它是需要的, 它是执行的合作, 它是执行的状态, 在台湾的状态, 在台湾。我继续与一些专门。 我计划,在Italy,我们有这种表情的交流。 两个人专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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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他们不能对调线专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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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在台唐人家的台唐人提出的法律和信息,在台唐人家中的合作者中, 在台唐人家中的自由和信息中,在台唐人家中正在哪一方面, 在台唐人家中,我们看到台唐人家的台唐人家的台唐人家, 而在许可,在1992年,最大的华人家的法律有解采造成的, 所以我们都没有事实地做到。 但是这就是因为它是一种认识的认识的认识 那当负贷的状态是被认识的状态 这种状态的状态必须必须必须正确认 如果有任何企业的避免 有一定是一个政治的避免 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的时刻 台湾需要最高的支援 但是这种支援是让台湾把自己的家庭的家庭 解决了这些避免的避免 解决了这些避免的避免 但是这些避免的避免是由台湾的避免的避免 今天最大的避免的避免 是台湾的避免的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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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是台湾的避免 是台湾的避免的避免 我们需要预备对台湾的避免 请取消防的避免 这些避免的避免 使您要避免一些的避免 發生的避免 这些避免 对台湾的避免 是台湾的避免 ция上封得救悟 这是台湾的避免 成不消防难的避免 这是台湾的避免 所以千万能 成分比较避免 前前一开头会特别强调要祝福并感谢有良心重视人权的司法人员呢? 因为唯有司法人员有正确的观念积极的作为 同时从人权的角度去思考司法的运作 人民的权益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然而司法人员是经过国家考试合格后才能担任这个职务的 在这样严谨的考核制度下 怎么还会频频发生迫害人权的案件呢? 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在运作? 今天在21世纪我们台湾所面临的太极门这样一个假案 我告诉各位在白色恐怖的时期 为什么当时的党国对人民的压迫 如此 他的鹰犬如此不用其极 主要就是因为有奖金制度的诱惑 什么样的奖金制度呢? 原来当时有所谓的减速匪谍条例 减速匪谍条例呢 所提供的检举奖金 档案奖金呢 是从这个被害人的财产 没收的财产当中 扣除一半 作为档案跟检举奖金 所以 被害人 财产越多 就越容易成为匪谍 只要有人检举 那么那个被害人 就一定会成为匪谍 因为显述匪谍条例规定 如果诬告检举不成 那么诬告者 就以他所诬告之罪来定罪 也就是说 你检举别人是匪谍 结果他不是匪谍 那就变成你自己是匪谍了 所以呢 这就导致当时越有钱的人 那么就越容易成为匪谍 因为奖金是按照 他的财产总额的半数来计算 后来这个制度遭到争议 遭到非议 就改成三分之一 百分之三十 这是我们当年 白色恐怖之下 奖金制度 所造成的严重的流弊 但是当时的国家 也利用这个奖金制度 他扭曲 用去扭曲那些官员的人性 让他们在面对 有可能的在职权 他的采取裁量范围 跟他的道德的抉择的空间当中 他让良心被狗吃了 今天 这个检举奖金制度 并没有随着我们白色恐怖 威权时期的结束 而消失在我们历史当中 各位 这个制度现在还在 在哪里 在国税局 在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 那这些是不是 按照我们现在政府的 推动转型正义的逻辑 这些是不是都要被除够 我告诉各位 当年检举匪谍的奖金 是这个充公财产的 百分之三十 今天 查税的这个奖金 也是被查扣财产的 将近百分之三十 少一点百分之二十七 我告诉各位一个 惊人的事实 这一次在苗栗 在我的家乡苗栗 所要执行的太极门案件 他们所核定的金额 他们所认定的金额 七千八百万 七千八百万 那但是我们知道 二次流标 所以呢 由国有财产署 国有财产局呢 直接承受 换言之呢 就是这个土地呢 实际上并没有被拍卖 所以呢 并没有 国家并没有 取得拍卖之后的价金 所以我想请问各位 奖金有多少钱 然后奖金从哪里来 第一个 七千八百万的 百分之二十七 各位算一算 等于多少 两千多万 这是所有承办官员 可以分润的奖金 两千多万 可是 太极门的土地 实际上并没有被拍卖 那请问两千多万 谁出 白色恐怖的遗毒 还在我们的国税局啊 还在我们的行政执行署啊 这是我们台湾人民的最后一战 为台湾民主的最后一战 各位 我们虽然很不幸的 我们两个月来 在街头 在台北 在苗栗 在各个城市 我们在进行抗争 但是 我们也何其有幸 在完成台湾民主的拼图的 最后一个行动当中 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要好好把握 我们要好好地把这一战打完 这是最后的战争 最后的抗争 被压迫的人民 一定要团结起来 我要告诉老父亲 70年后 我又站在这个地方 你当年向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挑战 今天 我向民进党的中华民国 一样跟你一样 当年同样的心情 同样的行动 在捍卫我们的台湾人民的 民主自由 人权 我同样跟这样的中华民国挑战 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民主国家 我们还是要按照法治的精神 来进行我们的抗争 我们现在要让我们今天的 这个假案 这个冤案 我们要让它遍地开花 我们要 我呼吁 如果你有能力拿笔出来写 在各种的网络媒体 新媒体 或者是这个部落格 或者是平面媒体的投书 尽量把我们的声音发出来 如果你是青少年 或者你是儿童 你也可以投稿国语日报 另外呢 我们各地 各地都有我们的地方议会 我们就这样的案子 我们向地方议会成情 希望他们能够体会人民 这样一个维护财产 维护人权的心情 因为我们要知道 在两年后 就是地方自治选举 我们来用这个事件来看看 有哪些地方议员 是站在人民的这个立场上面 来捍卫我们的权力 我们用通过这个方式 向地方议会来施压 来游税 让地方议会通过决议 要求我们的国家 中央政府 正式太极门 以及相关的这些税灾案 全面地检讨我们的税制 另外全面地平反所有的冤案 在首都台北的 我们就继续包围监察院 继续向立法院呈情 我们的战斗永不停止 哪怕财产已经承受 哪怕所有权已经转为登记国有 总有一天会回到人民的手上 谢谢 我们相信柔弱必定战胜刚强 良心必定战胜欲望 谢谢 司法人员应该要有公正之心 不畏强权 不畏利诱 更要有大公无私的心 对案件才能有公平的判决 如果有钱判生 无钱判死 那台湾的民主法治将沦为口号 从影片的分享中 我们看到 政府迫害太极门的事件 已经引起国际的关注 要让司法改革有显而易见的成效 就从平反太极门案开始 期待台湾的司法 可以如许宗丽院长所说 达成定分指针 保障人权 实现人间正义的要求 这同时也是小英总统和人民的期待 感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记得持续关注我们 给我们按赞 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最后 以这段防疫影片 三步五多六绝招 祝福您平安健康 全民开讲 我们下次见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在全球蔓延着 我们需要采取有效的防疫措施 来减缓扩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防疫的三步五多 与六绝招 来保护你我的健康与安全 五多是 多洗手 多喝温开水 多运动 多欢喜 与多防范 三步是 不生气 不忧虑 不紧张 六绝招有 清洗手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维持正向思考 避免接触眼 鼻 和口 做好呼吸运动 提升肺活量 确实做到防疫妙招 守护你我的健康与安全 共同合力 一起安心度过疫情 太极门关心您 与您一同守护大家的健康